老公 怎么了 我爹煮好饭啊 叫我们过去吃饭 怎么突然要叫我们去吃饭啊 平时都没叫我们去吃饭的呀 今晚有好吃的嘛 你看我爹啊 多好啊 有好吃的都会想到我们 哪像你啊 哦 有好吃会想到我们 平时我见他吃海鲜什么的 都不叫我们啊 现在怎么叫我们啊 叫你 叫你你还说人家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吗 吃什么好吃的呀 你养了那鸭子啊 什么我养了那鸭子 他抓两只过去煮了 找我那鸭子过去煮了 对啊 就那鸭子啊 难怪我就说嘛 我那鸭子今天怎么少了两只 哦 原来是被你们拿走了呀 哎呀 好久没有开婚了 没有开婚 你这个人啊 趁着你你家离我家近啊 三天两头的 拿我养的鸭子去你家吃 现在又拿走了 还叫我去吃好吃的 哦我以为是什么好吃 原来是拿我的鸭子去煮的都 两只哎 你知道我两只我能赚多少钱吗 200块也知道吗 我养这鸭子容易吗 我 我做这个养殖 是最难的 知道吧 养殖比任何事业都难啊 有什么难呢 一天就为他吃点东西 为他吃点东西 你看 以前我养100多吃 现在太难养了知道吧 只活了10多吃啊 真的是 原来是你们拿去了两只 叫他发钱给我 一家人还发什么钱呢 叫你帝发钱给我 是你帝来抓的是不是 我过分了啊 是你帝来抓走的是不是 那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我的就是我帝的呀 三天两头来吃我养的鸭子 哪里是三天两头 我们一个星期才吃几次啊 就两次 这这这 你这样的话我怎么赚钱啊 养了东西本来就要来吃啊 我要做养殖赚钱的嘛 我要创业的嘛 你这让我怎么赚钱 好吃的你卖去给别人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呢 那我卖给别人 我是赚别人的钱啊 你们又不是没吃过 我养多的时候 我也给你们吃的 多少都要吃啊 老是拿给你帝吃 你帝我看了 现在都已经肥了有200斤了吧 哎呀 天天的游走好闲无所事事 就那么打游戏和吃 那最近打游戏打的晚 没得给他补补 还补补 现在也都100多斤 马上200斤了还补 那么大个 还需要补吗 你说话好过分啊 我觉得你 吃你两只鸭子就说人家胖 过分啊 走啊 你们认识我 这叫拿 不认识我的话 你们这叫偷知道吗 拿我的鸭子去都不跟我说 哎呀 是我 我的 你养也属于我的 你的你的 走不要生气了 我不去吃 等下你含累要吃好几碗 他厨艺可以的 你以为我这个人 你看你都笑了 我不去吃 哎呀有酒 我又不是没吃过鸭子 他做的好吃 做的好吃 也都好吃 就他那样子 嗯现在嘴巴说 干啥也不会 煮饭都煮 煮不明白 怎么煮不明白啊 只知道想吃好吃的 拿我的鸭子去煮了 哎呀 拿走都拿走 不要那么小气 你叫我拿钱发钱来给我补 发什么钱 就当做我卖给他半价得了 五只 就发一只的钱就行了 一百块吧 不给 我都自己要去吃 怎么还要钱 那我不去吃啊 你要吃你自己吃 那是你家 你要回你家吃 啤酒鸭 你确定你不吃 啤酒鸭 那你不去我去了啊 不去 我不要什么钱的 我跟你说 你不去我自己去 叫他拿钱发来给我一百块钱 不给 我要养殖的嘛 不要弄我